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279集 人杰 以第二步修为,与第三步大能平手 这本身就是足以震惊整个太古之事 虽说这里面有他暗中帮助在前 更因本身震慑,使得那丝莫子不敢出杀招在后 但事实就是事实 可眼下,亡灵竟然要去炼化丝莫子 这一幕顿时就让老朱雀倒吸口气 好,不愧是我足后辈 不管能否炼化,能起这种心思 能有这种魄力,私自荡为人杰 老朱雀长笑起来,眼中满是欣慰 整个天空啊,除了那古稀叶封印的香火界外 就只剩下这一个巨大的轰炉 亡灵坐在旗上,不断地运转体内云里 更挥动本源,使得雷火轰轰 融入天皇炉内,展开炼化 这天皇炉是古神王族法器 威力惊天动地 此刻被亡灵这个王族古神操控 却是爆发出了极强之力 亡灵眉心古神星点,更是急速旋转 振振古神之力从身体内疯狂地熏泻,进入天皇炉中 四末子在那天皇炉内,目光光光看四周 身边一片混沌,他神色极为争灵 他一时不察之下,却是被亡灵算起 困在了这奇异的轰炉内 曲曲轰炉,也敢困我 四末子双手掐绝,向着四周默然一挥 却是全身紫衣笼罩 化作两只紫色的大手 向着四周的炉臂轰击而去 那两只紫色的大手瞬息就碰到了炉臂 一击之下轰鸣暴起 整个轰炉顿时一震 王林在轰炉身子随之震动 双眼露出寒光,喷出鲜血 落在炉上,索性双目一臂 疯狂地运转体内之力,继续炼火 这,这又是什么法宝 四末子在天皇炉中不断地施展神通 但此炉之刃却是让他神色极为阴沉 更是在他这不断的轰击下 一股越来越炙热的高温 骤然就在这炉中凝聚起来 在这高温下还有一声声凄厉的吼叫 从四面八方徐徐传来 四末子双目金光一闪 猛地看去,却是神色立刻大变 单见在其四周出现了大量虚幻之魂 这些魂魄一个个身子极为庞大 可然就是骨膜骨腰 他们的数量无法计算 那凄厉的惨叫更是刺入四末子心身 使得他眼中瞳孔收缩 这些虚幻之魂环绕四末子身体外 其力之声越来越剧烈 这些魂呢,全部都是古往今来 所有被炼死在死炉中的生灵 那与白卷红武之影纠缠的古魔魂 此刻,向后一闪 却是与四周那些虚幻之魂融为一体 不分彼此 红武收缩 那白沙女子默默地站在四末子身边 一语不发,仍然看不清相貌 但其眼中那一抹流露在外的温柔 却是很清醒 四末子收回目光 冷冷地盯着上方 寒声道 这小杂种发布不少 但若以为可以将我困住 却是不自量力 四末子冷横中 右手抬起 向前默然一挥 口中低喝 七彩神空定 其话语出口的瞬间 只见二十九道七彩之盟 突然就出现在了四末子身前 那七彩之盟交错下 立刻就把这轰炉硬着 在那光芒中 四周虚幻之魂 齐齐必退 似对于这突然出现的二十九个钉子 极为惧怕 七彩钉 给我破开此路 四末子大袖一甩 顿时啊 这二十九道七彩之盟 立刻发出惊天呼啸 直奔 四周而去 碰碰碰碰碰 一声声剧烈的声响 骤然传来 只见那二十九个七彩的盟 直接就定在了这天皇炉 炉壁之上 更是狠狠地穿透进去 外界天目 亡灵盘袭中 双目猛地睁开 其身下的天皇炉 却见一根根粒子 从炉上骤然鼓起 一共二十九根粒子 透出七彩之盟 似要破开这天皇炉 亡灵眼中寒光闪烁 右手抬起 虚空一挥 却是在其手心上 出现了一个玉瓶 魔魂瓶 拿着此瓶啊 亡灵咬破舌尖 一口骨神之血喷出 落在其上 口中低嗑道 以武王族骨神之名 找三万骨魔 助我炼化 魔气轰然就从瓶口内喷出 一尊尊骨魔虚影 咆哮出现 吸收了亡灵的血液后 猙獰地直奔天皇炉而去 天皇炉中 四墨子双眼露出疯狂 一口之中 右手虚空一撞 立刻在其手中 出现了疑问 此物是一块瘦骨 这瘦骨不大 不足三尺 原本平淡无奇 可在其上啊 却是有一个清晰的掌印 这掌印深深的留在瘦骨之上 甚至连其内的掌纹 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曲曲轰炉 看老夫如何破置 这瘦骨是当年掌尊所资 其上的掌纹更是掌尊所留 其内蕴含了掌尊一掌之力 望着手中的瘦骨 四墨子眼中又复杂之色 一闪而过 其右手抬起 正要按在瘦骨掌印之上 就在这时 其身后传来悠悠的叹息 司马 陪我回家好吗 四墨子右手一颤 神色露出征扎 其眉心之上 那指甲盖大小的萤骨 剧烈地晃动起来 我们把修为还给他 一起回家 好吗 此刻 在外界天皇炉上 王林双目露出奇异之光 他双手掐绝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这一口气无形 落在了天皇炉上 吹散开来 道术 梦道 王林一生自创三术 残业 流月 之后 是在那天逆中 道境内 创出的死生第一个道术 梦道 王林两千年修道至今 所创也只有三世神通 残业之强 已有惊天之力 然太初规则 莫测难寻 唯有日出一刹 方可在无损原力的情况下 将此数最强之危 尽数宣泄 即便是王林如今的修为 若强推残业 改变所在星空 星球 一切未知的天地 诡计 化白昼为黑夜 化黑夜为黎明 推动破晓之力 也许极为谨慎 至于那流月神通 尽管在威力上 似笔之残业 略逊色一些 但此数岁月规则 却是天地间没有任何人 可以防御与抵抗得了 岁月 万物均有 无形之中堪比天道 惨天地之夜 留岁月之光 梦回古道 王林第三世神通 就是在那与水稻子一战后 众伤兵死 于天地内 或封界之尊相助 踏入极为玄妙 即便是如今王林 也说不清的奇异之境 道经 在那道经内 王林脑中浮现的 有两世神通 第一世 就是妖灵之地 重伤了天人衰竭的天韵子 更重伤了古魔 那八星古神 宝命神通 梦回远古 第二世 是他这一生 第一次接触的道术 当年在七彩界内 那封灭族老者 施展的散道之术 这两世神通之墙啊 深深的留在了王林的记忆内 无法抹去 根深蒂固 到近十年 王林感悟的 便是这威力惊人的 孟回远古 与散道之术 孟回远古 是古神神通 原本不可能被修士施展 即便王林 身为古神 也做不到这点 但王林一生机缘 与危机共存 那七彩界内 封灭族老者 散道之术 为他打开了一扇 道术之门 只不过此术啊 太过磅礴 若换了寻常之时 王林无法琢磨透彻 但在那道境内 王林却是以莫大的毅力 与坚持 借道境 将此术与孟回远古融合 创出了孟道之术 当年 云海妖宗裂缝外 王林略作施展 便让那妖宗天人衰竭的长老 根本就没有半点察觉 就险些崩溃了道心 若非是王林事后点出 那天人衰竭的长老 必道心崩溃 道念瓦解而亡 梦道 说来复杂 但实际上就是众心魔 化对方道念为心魔 以心魔崩道机 自行毁灭 即便是没有修行意境的修士 也会有心魔 这个心魔就是王林 道术 天地极为玄妙之术 就算是第三步修士 掌握也决然不多 能拥有一种 便已然是莫大的机缘 强如蓝梦道尊 也只是数种而已 梦回道 这回道的是对方的记忆 尽管做不到 如封灭族老者那般 让道散去 可王林 却是可以凭此数 在对方记忆内 种下一段虚幻的记忆 这虚幻的记忆 会永恒的存在于 对方心神内 无法抹去 称为真实 这便是种下了心魔 那从王林口中吐出的一口气 便是王林的道息 落在天皇炉上 迅速的融入渗透进去 四末子回头望着身后 悠悠虚影 双眼露出震惊之色 他整个人呆了一下 这身影陪伴他数万年 已然成为了他人生的一部分 但这数万年来 却是从未开口说过一句话 他本应是死去了才对 是他心中那钻心的止痛之处 那白色的涓愁 是他自尽的意淡 其上那点梅花血 是四末子悲愤中 一口相思之血 四末子身子颤抖 这突然的变故 这骤然出现的话语 让他整个人愣在了那里 已然忘却了手中的瘦骨 忘记了要把手掌 放在瘦骨掌印之上 其眉心那指甲大小的萤火 闪烁更为距离 仿若烛光 妹妹 是你 是你在说话吗 四末子呆呆地 望着那虚幻的女影 眼中有了精英 渐渐地模糊了起来 哥哥 哥哥 快来看 这里长出了一串紫兰花 哥哥 不要总睡觉了 你答应了今天要和我出去玩的 哥哥 哥哥 云海星日 一处漂浮的大路之上 有一处凡间的村庄 一个七八岁大小的女童 撅着小嘴 不断地推着旁边睡着的男童 小兰 让我再睡会儿 昨晚和虎子他们去摸许家的鸡蛋很累的 那男童啊 年纪要大一些 约八九岁的样子 睁开稀松的双眼 嘀咕了几句后 又闭目 忽忽地睡下 时光似无形地流转 一年年过去 哥哥 今天虎子欺负我 他 他偷偷亲吻我一下 村间小路上 一男一女 两个少年之人 在夕阳下 缓缓地走着 将他们的身影拉长 那少年背后啊 还背着一个药框 一边走 还一边打着哈欺 他身边的女孩 穿着碎花布衣 看起来 约是十三四岁的样子 手里拿着一根杂草 一边说着 一边狠狠地 拽着手中的青草 哥哥 你到底听到没有啊 那女孩蹬着少年 大声地说道 听到了 听到了 小兰 爹娘不在了 虎子婶这些年 对我们很照顾 我看虎子也不错 你也不小了 要不嫁过去算了 那少年哈气连天 转头看向身边的妹妹 你 有你这样当哥哥的吗 你明明就是喜欢红红姐 要把我嫁给他弟弟 你趁机去套近乎 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 女孩一跺脚 狠狠地瞪了一眼少年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